大家好,我杨风。 今天8月16号,今天还在旅游的行程中, 所以大家看不到我们往日的背景图。 明天一切回复正常。 这几天有几桩的国际新闻大事,包括了国际地缘政治,经济, 甚至于中国国内互联网科技公司,也出现了一些变化。 我们今天先谈其中的一件。 根据伊朗德黑兰时报的报道, 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政治障碍,已经消除了。 伊朗在上海组织的全会员资格,在通过应有的手续之后,最终将会确定。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,有着好几个层面的影响。 第一,这会让中俄一,三国抗美的阵线,正式成立。 第二,上海合作组织的结构会更加紧密, 实力会更加壮大。 第三,同时,这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有效落实,会大有助益。 第四,上海合作组织,难以避免的,将会越来越具备有军事合作的味道, 军事合作的功能。 虽然说,在这之前,中国一直避免让外界觉得,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军事上的色彩。 第五,伊朗的加入,是否会让中俄一的阵线,与美国领导的北约加上印太,发生更多的碰撞。 会不会因为伊朗的加入,造成了两大阵营,更加激烈的对抗。 比如说,伊朗和以色列的潜在冲突。 首先,为什么伊朗这么晚才会加入上河组织呢? 2005年,伊朗、印度和巴基斯坦,三个国家,成为了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。 但是,印度和巴基斯坦,在2017年的时候,都成为常任理事国,而伊朗,还是停留在观察员的身份。 上海合作组织,对于新加入的会员国,有一个规定,新成员需要得到所有成员国的同意。 由于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对,伊朗一直没有能够正式加入上河组织,因而成为一个多年的老观察员。 这有点像土耳其,几十年来,都还没有成为欧盟的会员国。 当然,伊朗迟迟无法加入上河组织,也跟伊朗的核能计划有关,被美国制裁有关。 伊朗核问题没有解决之前,加上被美国制裁。 中俄两国也都不方便跟美国翻脸,支持伊朗加入上河组织。 这个面子,还是得要给美国的。 但是,现在不同了。 美国这两三年来,拳打中国,搅踢俄罗斯,一点都不留情面。 那么,中国和俄罗斯,还需要给美国情面吗? 中俄两国现在和美国的关系恶劣,等于是撕破脸了。 为了对抗美国的压力,也顾不了那么多。 所以,这就出现了上个月,俄罗斯大力呼吁上河组织,接纳伊朗成为正式会员。 但是,中国有没有说话呢? 中国并没有明显地说话,支持伊朗加入上河组织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? 这就有意思了,北京的做法是东方文化。 不一定会大声的嚷嚷。 但是,北京用行动支持。 一年前,就传出了消息,中国和伊朗要签署为期25年,金额4000亿美元的战略协议。 这不是行动上的支持吗? 这个协议,在伊朗还等了几乎一年,一直到今年3月下旬,双方才正式签订。 从这里,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事实。 过去,当美国制裁一个国家的时候,几乎都很有效。 天下英雄,没有人敢服逆美国的意志。 美国还曾经处罚中兴通讯。 说中兴通讯,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。 美国也想要处罚华为。 但是,苦无实质的证据。 最后害得孟晚舟,被加拿大政府拘留,到现在还没有被释放。 中医25年的战略协议。 最直接的一句话,就是中国不再理会美国的禁令。 这还不算什么。 更为致命的是,一旦中国支持伊朗,和伊朗签订了这个战略协议。 美国对伊朗的封锁,直接就破了。 美国还能够制裁伊朗什么呢? 伊朗需要的东西,有哪一个,中国不能提供呢? 几乎都可以提供。 伊朗要卖石油,中国买。 伊朗要买民生用品,中国都可以提供。 就连军事武器,中俄两国都可以提供。 伊朗没有钱,那么好说,就用石油来交换。 过去,北京还会有一些顾忌,不敢也不愿意,明目张胆地支持伊朗。 现在华为被封锁,中国上百家的企业和实体,被美国放进了实体清单。 中国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? 那就撕破脸呗,美国又能够拿中国怎么样呢? 许多人看到的是,美国制裁中国,制裁得很凶,然后中国很被动。 但是,我们从中医战略协议来看,美国也拿中国没有办法。 还不仅仅是如此,中国还要把伊朗给拉进来,拉到上河组织。 上河组织是什么呢? 今天节省时间,我们就不详细介绍。 如果你去查一查上河组织的宗旨,什么都说了。 举反,政治,经济,贸易,科技,还有反恐等,都涉及到了。 唯一没有说的,就是军事。 因为上河组织,不搞对抗。 杨风要说的是,上河组织,是一个潜在的军事合作组织。 但是,不会做军事的结盟,也不会搞什么军事安全协议。 如果让我来定义上河组织的话,主要的功能,想要发挥的功能,就是一个集体的政治组织。 我们就说是合作吧。 不是什么结盟,也不是什么联盟,也不是什么盟国的关系。 我们尊重上河组织的名字。 但是,在经济上的合作,一带一路的推展,以及军事上的合作,会用别的名义,别的方式来推进。 所以呢,上河组织,就像是一个关系的网络,是一个平台。 真正实施的项目,会用别的名义,包括军事。 俄罗斯就直接讲了,要扩大上河组织的规模。 上个月,俄罗斯代表团在上河组织会议上表示,上河组织的未来,与其规模,直接有关系。 并且再次呼吁,批准伊朗加入上河组织的申请。 有了中俄两国的支持,伊朗肯定可以加入上河组织。 那么,中国为什么不发出声音,支持伊朗加入上河组织呢? 这就是中国的老谋胜算了。 如果没有中国的同意,伊朗很难顺利加入。 反正,俄罗斯已经发出声音了,出面了,中国也不用再多说话。 另外,俄罗斯对那几个斯坦国家来说,算是一言九鼎。 俄罗斯一句话就可以摆平了。 那么,中国现在几乎是死对头的印度,为什么不反对呢? 第一,印度没有理由反对。 如果美国感受到中俄一三方势力的压力,美国会回过头来,更加支持印度。 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的作用,会更为放大。 第二,伊朗和塔利班的关系好,对塔利班有影响力。 塔利班现在,在阿富汗,可以说是势如破竹。 眼看着,就要掌握到阿富汗的政局。 印度已经嗅到了这个味道,已经跟塔利班联系上了。 印度没有必要,在这时候得罪伊朗。 坦白说,印度和中国的确不对盘。 但是,印度更想要利用中美冲突,从美国那边获得更多的利益。 这方面,请参考我们去年的视频。 印度怒对中国,一箭三雕之计。 我们会把连结贴在视频的下方。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,伊朗应该会进入上河组织。 那么,美伊,核谈判呢? 不是说,美国要重返伊朗核协议吗? 美国从四五月份,和伊朗重新谈判。 谈了好几轮了,都没有结果。 中间,伊朗又选出了新总统。 上星期8月5日,伊朗新总统莱希就职了。 美国错过了机会。 还记得之前我们怎么说的。 当时有许多人担心,认为美国和伊朗谈判,有可能会让伊朗抛弃和中国的协议。 我们那时候说,最坏的情形是,伊朗与美国和解。 但是,伊朗会保留与中国的战略协议。 原因有两个。 第一,美国在谈判中,向来是想要拿到一些好处。 美国如果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。 那么,在2018年,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,就完全没有意义。 等于是自打嘴巴,唾沫自干的收场。 美国不会轻易地这么做。 这等于是认输。 也会造成拜登政府在国内遭受攻击。 第二,以色列对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反弹严重。 以色列绝对不会散罢甘休,一定会从中捣蛋。 美伊重新谈判没有结果。 中伊战略协议施行,加上伊朗加入上河组织在即。 在这三种情形之下,中俄一三国战略合作,就成形了。 这就形成了,中俄一三方对上美国的印太战略。 现在的情势是,美日印澳四方联盟,加上一些打酱油的临场助阵。 比如说,英国,法国,还有德国的军舰,到南海自由航行。 这个阵营对上了中俄一三方的局势。 有人说,美国有美日印澳四方联盟。 中国这边也有,中俄一再加上巴基斯坦四国联盟。 这是四对四。 这个说法也对,但是我个人比较强调中俄一的三方阵营。 因为这是新的联盟阵营,新的合作阵营。 中俄一三方阵营,可以产生什么力量,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? 首先,这让中俄两国有了一个坚冰。 不是坚冰。 虽然我很喜欢吃坚冰。 上个世纪,美苏冷战时期,双方有所谓的代理人。 打代理人战争。 但是,到了新世纪的时候,美国一抄独强。 中国和俄罗斯,结合虽然力量强大。 但是,手底下却没有合格的坚冰。 为了尊重这些国家,我们就不用打手这个名词。 我们看,美国在欧洲,有英国这样的坚冰。 英国闹一闹,欧盟就不得太平。 在西太平洋,美国有日本。 日本跟中国搞一搞,中国就是盲刺在背。 美国在中东地区,有以色列。 以色列就是一个苦暴小霸王一样,架着美国的F-35隐形战机。 对叙利亚,伊朗随意轰炸。 想要怎么干,就怎么干。 去年2020年,美国在南亚又收了一个坚冰。 印度。 印度还真的十分卖力,和中国上演了一场将近八个月的军事对峙。 虽然在今年二月,中印两国达成了撤军协议。 但是到了最近,印度又和中国给杠上了。 但是,中国和俄罗斯没有所谓的尖兵小弟。 凡事都得要自己亲自来。 美国就很聪明了,在背后缩死这些小弟尖兵们。 让英国勇闯克里米亚领海。 支持日本搞钓鱼岛国有化。 支持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冲突。 美国不愧为江湖老大,有尖兵小弟们卖力。 这下子,中俄两国也有了尖兵,伊朗。 伊朗被美国制裁了将近40年。 这两年,又常常被以色列轰炸。 因为以色列的背后,有美国的支持。 美国对以色列军事上的支持,经济上的支持。 但是,伊朗总是孤苦伶仃的。 虽然伊朗也获得了中俄两国的支持,总是有限。 因为在过去,中俄两国顾忌美国的霸权力量, 对伊朗的支持有限。 现在,中俄两国都跟美国闹翻了。 更重要的是,中俄两国联合了。 这下子,还会担心什么? 顾忌什么呢? 也就是说,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压力越大, 中俄两国越是没有顾忌。 今年3月18日,中美两国在阿拉斯加州,举行高层战略对话。 中国代表杨洁篪,撂下的那番话。 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。 这句话不是白说的,不是说假的。 当中国不甩美国,对美国再也没有顾忌的时候,自然就会加大力度反击美国。 但是,反击美国要有势力点,至少要有一个支点。 而伊朗就是一个有力量,够资格的尖兵。别的不说。 只要中俄两国做两件事,就可以让伊朗变身,强大起来。 第一,中俄两国打开武器库。 伊朗想要什么武器?卖。 由于伊朗被美国制裁多年,之前又有联合过的武器禁运。 伊朗许多的军事武器都已经老旧了。 尤其是战机和防空导弹。 中俄两国完全可以补足伊朗的军事需要。 第二,中国和伊朗的战略协议,等于是让伊朗的经济得到火血。 军事加上经济,可以让伊朗在几年之内摇身一变,成为中东地区的新的小霸王。 别的不说。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,伊朗防空兵部队几天前,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, 向美军的一架MQ-9收割者无人侦察机开火。 你看,伊朗一下子就有了底气。 对伊朗来说,中医战略协议就是一道输血管,把养分,力量输给伊朗。 上和组织,等于是一道护身符,中俄两国在相对的程度上,保障了伊朗。 有了上和组织,伊朗不再是孤家寡人一个。 第二,中俄一联合,让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,在中东地区是完善地连接起来。 一带一路计划中的丝绸之路,中亚五国,之前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。 俄罗斯对这五个斯坦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。 这方面不成问题。 巴基斯坦和中国是兄弟友谊。 所以,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阿富汗和伊朗就很重要了。 现在,伊朗要加入上和组织,又有中一战略协议的支持。 伊朗会是中俄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有力支撑力量。 用通俗的话说,是中俄两国在变化的中东局势中,一个强而有力的支点。 再加上,最近阿富汗的局势,正在一步步往有利于中俄一三方力量的趋势倾斜。 这样一搞起来,一带一路计划,在这片广大地区就畅通起来了。 连带的,中国的石油运输管道,也会更加安全。 有关阿富汗局势的发展,我们会另外再做说明。 过去几十年,中东地区的主要势力,还是以美国为主。 上个世纪的苏联,在中东地区,也只是稍微能够和美国抗衡而已。 但是,现在的局面不一样。 美国在中东地区,已经不是统治性的力量。 这两年,美国要从叙利亚撤军,要从阿富汗撤军,也要从伊拉克撤军。 虽然最后的撤军结果如何,还没有完全定下来。 总之,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后撤,这是无庸置疑的。 有人说,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,还不是很明显。 我们看一看,谁让美国的军事力量,从中东地区后撤呢? 是中国吧? 中国虽然没有把军队直接投入到中东地区。 但是,美国为了要集中力量,集中资源,从中东地区把资源给抽出来,好对付中国。 这就是中国强大的影响力。 大国博弈,千亿反而动全身。 不要只是看,美国对中国的攻势很猛烈。 但是,从美国把军队资源从中东地区抽出来,就已经看到,美国的力量不如以往。 美国所谓的能够打两场大型的战争,光是从阿富汗撤军,就已经不成立了。 中俄一三方阵营,透过中一战略协议,加入上海组织,初步的成型了。 这都是在今年之内完成的。 当然,我们还要等到伊朗正式的手续完成。 有关中俄一三方阵营,和美国集团势力的对峙,我们今天只说了一部分,只是揭露了这个趋势。 之前我们也说过,美国想要集中力量在印太地区, 在印太方面,但是中国却拼不拉。 现今,美国国力有限,把力量从中东地区撤出来。 那么,中俄两国就趁势,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力量。 这是敌退我进。 另外一点,许多人都觉得美国的攻势猛烈,这话不错。 但是,有不少方面,美国的攻势是虚攻。 不能够说是虚晃一招。 但是,效用没有美国预期的那么大。 反之,中国出招少。 但是,往往有效用。 伊朗就是中国对美国在今年的一个大招。 而且是十招。 中国一招就抵消了美国好多招数。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。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视频。 谢谢各位的收看。 我们下期再会。